那么在上一集里呢,师父谈到了无名的苦 那么打坐残修呢,就是让我们要离苦得乐 可是有些修行的朋友可能会问说 我修行了那么久,我也知苦,我也希望疗苦 然后希望能够得到解脱 可是为什么我还在这个苦里面打滚呢?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师父很多人修习佛法 可能最终呢,都希望能够离苦,得乐,得到解脱 可是很多人也很失望的发现 修行了一段的时间以后 虽然苦渐渐的少了 可是呢,还是,还是常常有苦 那么甚至有这个,无名少了 可是偶尔还会有无名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讲的无名是有无死的无名 这个从没有开始以来 就无死以来 我们的无名就是在哪个地方 这个生命没有起源 那就叫无死 而生命的这个季学 我们叫做三世啊 三世的因果 是 那么三世的因果啊 里边有十二个阶段 十二个层次 那叫做,我们叫三世,十二因缘 那么这个,以这个三世,十二因缘呢 来,使得我们这个生命 周而复死 是 生,死,生,死 生,死,生,老死,生,老病死 生,老死,生,老病死 一直,这个 这个因缘 这个因缘就是因果的因,缘故的缘 缘故的缘 但是呢,根本的原因就是无名 这个无名并不是谁给的 那就是从无死以来就有 众生不是这样子 本来就是众生 众生就有无名 无名就是愚痴 愚痴就让我们这个造义 造种种义 造种种的义以后呢,要受报 受报以后又变成了苦 苦的果报 苦的果报继续的同时 又在造义 那一个因 这个因成了因果循环 变成了三四十二因缘的因果循环 是 那么我们上一集讲的无名啊 这是呢 十二因缘子的第一个 那复法 目的啊 就是要如何的 从啊 无名 而变成了名 从无名而变成名 是 一下子就能够变成了 就是从无名 就是一种愚痴 没有智慧 明呢 就是有智慧 有了智慧以后 马上啊 无名就不存在的 所以因此呢 就是说谜和物 是 禅中来讲啊 谜和物 谜的时候就是愚痴 愚痴就是无名 就是没有名嘛 是 没有光明 有了智慧的光明 无名就不存在 这个就变成有智慧的人 就是智者 那这个呢 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 要用复法的观点 来指导我们的 修行 那无名就变成名了 无名变成名以后呢 就是智慧 那生死就断了 这个是不是说 一个人啊 突然间 从无名 一下子变成了智慧 是 有啊 我们看那个禅中里面 不是说就顿悟吗 当下就对啊 成佛 顿悟 就是这个顿悟成佛 这明信见信 顿悟成佛 但是呢 不是这个样子 顿悟是从啊 过去已经建修过的 不是说过去没有修行 在一下子就变成顿悟的 这种 这种可能性不大 比如说这个 我们煮饭 所以一下子饭就少了 这是不可能的是 这个饭 从生的米变成饭 是一个过程 那么一个过程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 到最后饭是少了 这个道理是相同 所以说无名和智慧 这两样东西不能并存 有了智慧 就无名不存在 有无名的时候 智慧不见 这个呢 就是稍尔应远的第一个项目 如果说没有智慧怎么办 那我们就在游乐无名就有行为 无名 行 舍 明舍 六入 处 受 爱 取 游 生 老死 对 一共有十二个 对 那么这个十二个过程 有两种解释法 是 那通常我们一项是解释 说三事 无 名 行 舍 这个三个项目 是过去的 是 过去是到这一项再投胎 那就是由舍来投胎 投胎以后就变成六入 六入 一直到有 嗯 为止 有什么 有 有 有他的果报了 是 果报是 有的果报是怎么样 由下一生的 生 到老死 是 下一生的生老死 这一生呢 是从啊 这名舍开始 嗯 那 名舍 到有 是 然后呢 这个 由 有这个生命 生命 这个有这个生命的未来 是 这就是未来 有生命的未来 未来的什么 未来的有生 有老死 那这个是三个段落 十二因缘跟三事因果啊 一定是连在一起的 这是一种解释法 是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法 是 说这一生之中啊 就是观 观十二因缘 观在一生之中 就是十二因缘 哦 观一生之中 我们一开始就有啊 无名 无名 比如说我们有烦恼 就是无名 无名以后呢 就是有行为 有行为啊 这个行为 行为的结果 变成了色 那一色 而 再来看 我们有身体的六根 嗯 六根就是六入 嗯 有的六入 然后呢 有粗 嗯 粗啊 然后呢 瘦 瘦 有 有爱 又取 又有 然后呢 又有 有的是什么 有的生 生命的本身 然后呢 这个是老死的过程 是 所以这一生之中 就可以啊 有十二因缘 有十二因缘 那通常呢 是讲啊 三十十二因缘 是 那么也有人呢 呃 讲啊 一生的十二因缘 的观想法 非常谢谢师傅 开始 那么也非常欢迎您 在下一次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活法的识会 在上一集里呢 师傅为我们说明了 什么叫做十二因缘 以及十二因缘跟三世因果的关系 那么了解十二因缘跟修行佛法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傅您好 师傅啊 十二因缘的观念啊 听起来好像蛮深啊 蛮复杂的 那我就想说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我修行佛法 是不是一定要了解这个十二因缘啊 这十二因缘跟修行佛法之间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我现在要先说明一下 民间呢 一般讲因缘呢 是讲的什么 是男女婚姻 叫做因缘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讲 说因缘呢 是 做事情顺利嘛 顺利的是因缘成熟了 事情不顺利呢 就是因缘不成熟了 有这个观念 那么另外呢 就是希望看一看 说三世因果 所以有些人 遇到了一些 一些磨葬啊 或者是一些困扰的事啊 没办法脱身 那找医生也没有用 找警察也没有用 找什么都没有用 那就是问了 问一问 这个我究竟过去做了什么坏事啊 或者是究竟我跟 这样子的事情 发生 是怎么一回事啊 中间有什么样的因缘 或者是因缘啊 因此呢 就是找一些懂得神通的人 是 或者是呢 能够牵网的人 是 去问啊 那么这些呢 都不是正确的 我们讲的十二因缘 哦 福法讲的十二因缘呢 听起来 因为有十二个 是 阶段 那么 很多人有一点 有一点陌生 特别是我们电视机 面前的 像我就非常陌生 但是呢 这是 是福法的基本观念 如果十二因缘 不清楚的话 那这福法的基本观念 没办法接受 是 我们一般的人 就叫的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这三四因果 这很少有人呢 来讲三四 十二因缘 是 可是呢 如果我们不懂得 三四十二因缘的话呢 就 没有办法 这个 从 无名 最后变成名 就变成名 那当然呢 有些人说 用禅的方法 用智慧开 开智慧 就一下子从无名变成名 那我们再上一次 我们也讲过了 可是多半的人 根本不了解 生名的过程是什么 就是 突然间 就是叫 变成了 从无名变成名啊 是不大容易的 因此呢 还是要 点出 这个三四 之间的过程呢 生名的过程是什么 这个呢 主要是 对人讲的 这个四二因缘呢 一定是人 才有 这个 其他的动物是没有的 其他的动物 只有生 老死 生 老死 这个 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就是这样子 那这 人呢 就会 有十二人缘 因为 人有智慧 也可以说 这个智慧是普通的 一种知识 一种学问 还有一种 一种啊 头脑 的一种 这个辩逼 就是说自我察觉的 自我察觉的能力 有思维的能力 有思维 有回忆 还有语言 有文字 就是这些能力 那 就变成了 就是 就是 十二因缘 那这个十二因缘 那我们在上一集里 已经讲了 就是在 分成两类 一类呢 是属于啊 现象的 是 生命的现象 嗯 这个 分成三世的 过程的 这个 这个 周而复时的 这个 流转 我们叫 轮回 有点叫 那这个 三世轮回的现象 讲十二因缘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 自己观察 十二因缘 那我们 也能开智慧 那如果 不观察 要 一下子 开智慧 那这个 实在是 在顿悟啊 实在是不是 很容易的事 那通常呢 是用观察 观察 十二因缘 而开智慧 那也能够 断 生死 而啊 的解脱 那我现在呢 要介绍的 就是说 先从 第一种方式 是 介绍起 所以第一种 就是 一个生命的 一个三世 英国的 一个现象 来介绍 这个 舍尔音缘 那 舍尔音缘 就是说 过去是呢 有无名 是 有形 有色 是 我先讲 先讲这个三个 好 然后 一个一个讲 对 先讲这个三项 好 这个三项是一组 然后在下边 还有一组 好 这样子讲 好 这个无名 我们已经讲过 对 那么这个形是什么 对 行为的形 这个行为的形 并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行为 语言的行为 不是 而是心里的观念的产生了一种动力 这个语言和我们的身体的行为啊 是从我们的观念而产生的 这个观念呢 里头包括意志力 包括这个预谋和计划 还有呢 就造 就差 都在里头 那么这个行 行字 在五运之中啊 是 有一个行为 就是 是 舍尔向行 舍 舍尔向行 舍 就是行为 是同一个东西 是同一个行 同一个行 因为这个行的力量非常强 是 如果没有这个行的这一种 心 的话 不能构成了 为一 一叶 不能构成一叶 那如果是仅仅是 念头动了一下 这个 好 无意义的一种 一个念头动 不叫做行 行一定是呢 这个 就差到 自己是 确定 是在做 要做 必定做 为什么一定要做 他一定考虑得很很清楚 那 清清楚楚的 直接做了 错了 也自己负责 对了 也自己负责 那这个就是行 是 是 谢谢师父开示 那么 随着师父的开示呢 我们越来越进入佛法的里面 也许比较深奥 但是也许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收获 非常欢迎你下集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 那在上一集里呢 师父为我们说明了了解十二因缘的重要性 同时呢 也为我们解释了十二因缘里面的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师父说行呢 不是行为的行 而是五运中的行运相同的意思 不像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好像听了以后 越发的一知半解 胡里胡同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社员法师 师父您好 是 师父您是不是能够继续为我们解释这个十二因缘里面的这个行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 行是一个心理现象 心理的现象 比如说我现在啊 觉得很热 那怎么办 热这是一个感觉 感觉 那怎么办 这第一 腿肤 第二 喝水 第三 用这个电风扇 或者是开冷气机 这个 还有什么办法 这是想办法 想的办法的时候呢 确定了 我照里去做 脱衣服就脱了 喝水就喝了 嗯 这个是或者是干脱就泡了 泡了水里边去 是 那就泡了 但是呢 但是呢 还没泡 就决定了 自己的心啊 你决定要做什么 怎么做法 这就是心 就是心 那决定要这么做法 它这个就跟我们的身体啊 动作就连在一起了 是 决定要做而做了 这个决定要做而做了 那就是心理的行为 所以这个人的身体的行为 和语言的行为 如果跟心的行为 也就是意 意志的意啊 行为 如果不相应 如果不配合 我们叫善意不相应 有的人嘴巴 哇啦哇啦哇啦讲 他头脑里头啊 他并没有 一定的这个预想要讲什么 这是嘴巴讲 那这种人呢 就是 他仔细不知道他讲什么 讲完以后 就有无论次 他不服得认的 讲完了 那这种人讲话 他仔细 也不知道 他讲的是什么 那这个 跟寻没什么关系 不服得认 寻了之后呢 一定是 非常清楚的 直接 这个 有一个 有个阻断 要果断 要做什么 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它是一个 行为的动力 行为的动力 对 如果没有 没有这个心理行为的动力 你虽然有身体的行为 这个不造成了 这个 这个 异果的报应 比如说 有人呢 有智障 他这个身体有行为 那这个身体行为 他随便动一下 打着人了 他不是要打 他直接没有想要打人 他不知道要打人 但是呢 身体打着人了 那这个行为 是不服责任的 不需要服责任的 这种行为 跟这个 我们说 这个 我们讲的现在这个行呢 是没关系 动机的后果 比这个行为的后果 还要严重 对 是 那么 无名就是观念的愚痴 然后就开始产生一个 这个有一个动力想 一个动机去做 然后呢 接着就是行 然后就做了 然后接下来就试 那么是不是 继续给我们解释 试 这三个是一组的 那试又是什么 试 就认识的试 认识的试 其实就是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叫做业 业 这个我们说 这个你造了什么业 造了善业 恶业 那造了业 怎么造的呢 因为 由他的自己 心理的行为 而产生了 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行为 语言的行为 造成了结果 那就变成了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呢 就变成叫做因 因啊 这个因什么 就是说 我们下边 要得结果的 这个因种下来以后 下边有一个结果 以后有结果 在还没有成为结果之前 这个 储藏着这个力量的 那个叫做试 认识的试 认识的试 这个试 就是我们讲的神试 这个试 不一定就是 意试的试 认试的试 而神试的试 所以神试 也就是说 一个生命的主体 生命的主体 主体啊 从这一生 到哪一生 从一生 又一生 它这个主体 就是 就是在这个 在那个试 这个试是什么原因 而构成的 试本身并不存在 试本身并不存在 就是那个力量 什么力 就是那个意的力量 什么 哪里来的意的力量 就是因为试 因为无名 而变成了试 试的力量 就各成了试 这个试 通常的人不知道 这个 活着的人也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东西 不晓得 但是呢 生命的过程之中 有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那人 从前生 到这一生 那就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讲 投胎 人呢 死了 亡以后 投胎 是什么试去投胎 一般的人讲 就叫神世 就是那个东西 就是第三个字 那个 这个 十二因缘中 中的第三个 神世如胎 那个神世 是不是说 他当时啊 有没有 思想 意识 有没有意志 没有 这是一个力量 神世就是一股力量 这有力量 那这个力量呢 是不是说 有身体 有 这个身体呢 从这一生 死亡 到来生 还没投胎之间 中间有个身体 叫做中阴身 这个身体叫做中阴身 对我们也听过 身体一种有三种 本 死 中 死 中 那这个三种 中阴就是 本就是根本 死的死的死亡的时候 那是中 就是啊 生与死之间 有这么一个中阴身 那这个中阴身呢 其实是什么 就是力 就是一力 各种的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就投胎 一般的人 就在灵魂 是 谢谢师父开示 从师父的开示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佛法呢 的确是充满着 深奥的哲理 而且结构非常的严谨 欢迎你在下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